每个人活着世上都应该有一个最基本判断 就是你在这个上边 中间还是下边 如果你总是觉得自己BH被压在下边 那你得好好看一看 是不是还有希望反到中间或上面 我以前啊 这个经常觉得BH 然后呢 找了一个算命大师给我看一看 算命大师说 你啊 这个命啊 是被压在那个桥栋的底下 还不是底下 是桥栋的底下 那怎么转呢 很难转 那这个行星不失吧 行星上吧 做点善事吧 好 我就向学心啊 做了很多很多的善事 做了很多很多的不失 完全的这个把心啊 放得很开 很平 过了很长一段时间 我又去看一下这个算命大师 算命大师这一看 他说 你这个虽然做了很多 但是你还是在这个底下没有起来 会快 会要起来 结果我想不对啊 这个我们这个人生呢 就本身来讲呢 就是短暂的这么一瞬间 如果你总是被压在底下 不得翻身 那总有 总要想一个办法 最后啊 我一下决心啊 干脆啊 离开这个地方 换了这么一个地方啊 现在啊 我根本啊 一磁一毫的这种被压抑的感觉都没有 完全是个轻松自然的状态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好好地检视一番 我们自己是不是长期的受压抑 如果长期受压抑 一定要想一个方法 让自己翻过来 所以呢 我们从城堡而来 你好不容易 那样我好吗 我好吗 没问题 谢谢大家